肺炎疫情逼退朝聖人潮 这里是沙烏地阿拉伯 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城卖家 但短短一个月从空拍照来看 虽然还是有信徒聚集 但人潮已经少了一大半 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去年2019年还是人车汇集 但看看左边的车道 今年2月空荡荡一片 车潮全消失 但同样的情形在台湾也看得见 业绩有差吗 但有没有人一定有差 店家提早摆摊 看能不能唠叨客人 台北西门丁向来是外国人 来台湾最爱去的地点 但现在也是稀稀落落 一旁的精神车驾驶 排班了半小时 也等不到客人上门 12个小族有三四千块 最近平均的一天多而已 台北市现在包括东区 西门丁包括这个所谓的天母商圈 看不到未来 所以很多店都关了 暂时停止营业 那停止营业我觉得 店面控制力会增加降幅 我觉得没有降个 一到两成之间 可能没有人接手 台北市最辉煌的商圈 如今变空城 市林业势高挂出租不调 显现经济萧条 东区的贷租量暴增到207间 年增三成 市林西门丁增加两成 面对未来疫情未知数 店家宁可赔了租金 赶紧替自己解套 接着城市电周迪台报导 高挂市自行 市民业势高挂出租 上市民业势高挂出租 高挂出租 市民业势高挂出租 市民业势高挂出租